这个也是被民众骂翻了 明明台电亏钱还有钱帮员工来办旅游吗 只是台电520前就要涨价了 但有民众爆量说台电居然编列了553万多元的预算去干嘛 打算下个月中旬要招待165位的员工到大陆江南八日游 而且这里头很豪华的行程 旅行社的业者就说了 平常民众如果你去江南1万多就搞定了 现在他们可是花出每个人3万的预算超过3万元的费用可是豪华升级版 电费下个月要涨价 不过却在同时有民众投诉台电员工5月中要到江南八日游 豪哥风光明媚江南行 不过费用可不便宜 台电打算提拨553万元补助模范劳工出国观摩 时间点上非常不适合 如果要玩的话应该 也应该等这个时间点过了之后 那另外也应该要检讨这样的福利 这样有觉得不公平啊 到底怎么补助的台电工会在网站上面公告 5月中将会有165人参加江南八日游 每个人最多可以补助3万元 经费是来自员工绩效奖金提拨1% 不是才说台电亏损要涨电费吗 现在却有钱除国玩 民众透批太夸张 依照我们大概三年的年资 大概就是1千左右 他们现在一个人补助3万你觉得 真的很多 3万多元的补助能够玩什么 旅游业者说豪华升级版 不走购物行程 上海杭州等地都可以深入旅游 甚至黄山也能够晚上两天一夜 所以费用自然是一般民众的一倍多 最低价的江南旅游的话大概5天到6天甚至在1万1千9豪华在2万5到3万5之间的一般的商品来讲的话都是比较顶级就是住宿餐食会是比较豪华的工会他有工会的一个考量他要鼓励这个魔幻员工这我们会再跟工会来商量 才说台电年年亏损希望全民共体时间没想到体恤多缴钱的时间点刚好员工要出国旅游管不得会被民众骂翻